我從來沒有試過 竄出水面 聲勢驚人 霸佔一整艘快艇 享受日光浴 擋住碼頭下水處呼呼大睡 鏡頭前這隻重達600公斤的海峽 Freyya 是挪威人氣網紅 但這可愛身影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 當地時間14號挪威當局 對Freyya執行安樂死 原因是維護公眾安全 有著巨大象牙的海象 天性溫馴不具有攻擊性 但地獄性強 一旦碰到入侵者 就會主動出擊維護領地 千萬別小看海象的攻擊性 2019年一艘隸屬於俄羅斯海軍的橡胶船 就因為惹毛海象被擊沉 索性過程中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海象真的不是吃素的 而這頭網紅海象上月中現身奧斯路後 立刻引起大批民眾圍觀 網路上相關推文和影片超過1000則 但不少民眾無視當局勸阻 近距離接觸海象有安全疑慮 而海象也不願離開奧斯路 當局只好將它安樂死 但這決定也引發動保人士反彈 不該為了人類犧牲海象的生存池